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鏡頭前面就是我今天第四隻要介紹的手錶 這隻就是CITIZEN的POLMASTER AUTOMATIC DIVERS 200M防水的潛水錶 這隻潛水錶 其實看上去就是黑眼金色 好像前陣豬仔介紹過窗魚的黑金色的配搭 不過不同的地方就是 在玻璃上面 當然CASIO就是石英錶 這個就是AUTOMATIC自動機械錶 用了8204的MIYOTA機芯有停料功能 這塊玻璃很棒 你看到這塊玻璃很弧的彎 但摸上去又不是很弧 但看上去就有個弧度 大家看到嗎?有個弧度的玻璃 很圓圓的 質感很有趣 這塊玻璃上面也很有趣 這個就是一個鋁片圈 做了光身的 旁邊就做了金色的電鍍 金色的金屬 不鏽鋼 但是呢 看到的九鴨紋打磨 這塊很有趣 九鴨紋打磨不是打了整個玻璃的旁邊 這裡有一行 凹了下去做了一行拋光的邊線 接著再做一行九鴨紋打磨 這個做法起了兩級 在啤塑圈上面 比較細緻的造工的感覺 好了 時分秒針加上這個黑度 都是有野光的 我們一起看看野光 拍下去很光 時分秒針加上 黑度上面的點點 都是有野光的 我看到野光很光亮 你看到的鏢殼是鏢腳位置做了拉絲不鏽鋼 做了拉絲不鏽鋼 鏢觀位置就放在三點位置 你看到 鏢子上有ProMaster的Logo 就呼應6點位置的ProMaster墊咀的Logo 向一個螺旋式鎖鏢 因為200米的防水 大概兩圈多 就有一個鎖霸 踢起了鏢觀之後 8204機心就有停秒功能 看到停了秒針 向下轉動 順時針方向調節 時間 教了6點多中附近這些位置 我們試試看有沒有虛位 沒有虛位的 裝得不錯 好 踢起之後 向下轉動半格 交日力 都很順的 搭搭聲 向上轉動 通常 我發覺星神的機心 很多時候 教星期盤的時候 他都會有少少 不可以叫他滴滴的 要用力才能教得到 日力盤就不會的 很Smooth 但教星期盤的時候 他中英文跳 就會有少少用力才能推動 還有打一下的聲音也很大聲 這個點 我覺得他未必夠精工做得好 不過星期盤有這麼說 很少教的 通常都是教日力 一個月教一次 好了 教完之後 按進去 我們先不要鎖 向上轉動 就是上法條 大概41小時動力儲能 30下28至38就上滿法條 向入按住 向上轉動 迫著他轉動 兩個圈多一點 就上回錶關 你看到線條都打得很漂亮 硬線條 好了 我們再來看看錶帶 錶帶做了 一條實深不受鋼的錶帶 拉絲花紋 你看到他做了拉絲花紋 實深不受鋼的錶帶 錶扣位置 我們看看錶扣位置 錶扣是一個摺疊式的保險錶扣 打開了之後 就是一個 厚橋 不是薄橋 是一個厚橋 厚橋 除了厚橋之外 它還有一個延伸段 它有一個延伸的 打開按鍵這裡 它還有一個延伸的鍵 試一下 塞了一張紙 比較實 你看到嗎 也是口橋 打開了之後 延伸段也是口橋 自己可以調節微調位置 OK 好了 看看正面 錶底 看看錶底 打開了 錶底 是螺旋式 陷入了底蓋 上面寫了些什麼 看看 Japan movement 然後寫著這個 這個 讓我看看 Citizen Diver 200m Diver watch 拉絲花紋的底蓋 底蓋有點凸氣 挺有質感 好了 看看正面 黑鑑金 我經常覺得 如果它做了銀色的錶帶 都挺漂亮 尤其是潛水錶 這個 之前黑鑑魚配色 就是這個配色 當然 鑑魚就是石鷹錶 而這個就是機械錶 自動機械錶 還有停錶 這塊玻璃 我自己覺得很帥 我自己覺得 好了 這隻錶的錶勁 其實都挺適合香港人手 41m左右的直徑 13.7m的厚度 整隻錶的總重量 是170克 13.7 但我量度出來 就有14連玻璃 那這個 看上去的錯覺會比較小 雖然這裡寫54 但因為 其實它在這裡彎了 整個錶殼彎了 所以看上去的錶不會很大 戴上去也不會很大 這隻 豬仔 14.8cm的手腕 黑狀金真的很漂亮 這隻 星神的潛稅錶 豬仔推薦多少錢呢 這隻錶 出面定價 3480元 建議零售價 豬仔推薦 超值 1880元 1880 如果有興趣的錶迷 豬仔有兩隻現貨 另外 星期一 應該會有多兩隻 總共四隻 1180元 抱歉 1880元 說錯了 1880元 如果有興趣的錶迷 就可以在手錶的概括內容下方有 有豬仔WhatsApp電話 WhatsApp給豬仔 打給豬仔 告訴我你喜歡這隻 Polmaster的黑金色 想在佐敦還是荔枝 有兩隻現貨 星期一有多兩隻 總共四隻 1880元 其實很划算 3400元定價 如果6折 有多少錢 外面的人經常告訴我 他買得很便宜 6折 我跟他說豬仔的錶 很多時候都不知道6折 6折是2088 你想一下 豬仔是1880 五幾折 三四百零乘0.5 便宜過5、6折 我先説一下 五幾折 好像五五折也不用 不算了 總之就很划算 便宜過5、5折 這隻 Polmaster的潛水錶 這個錶面的玻璃真的很漂亮 雖然他沒有做藍寶 但我經常覺得玻璃面很漂亮 而且玻璃很清 希望你喜歡豬仔這個推介 有星期日曆 有 日曆的潛水錶 200diver 好了 1880元 有興趣的就盡快找我 我們下集見 好嗎 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 記得給個讚 賺豬仔 豬仔很努力地 介紹不同類型的 筍錶給你們 如果你還沒訂我頻道的話 記得按下鈴鐺訂閱 下次再有新標出的時候 第一時間通知你 好嗎 那我們下集見 拜拜